如果你的老爸不是李小龙 别说250万你连2万的片酬都不值 这是14K大佬陈慧敏 对李国豪曾说过的一句话 李国豪被称为龙之子 是将来最有能力超越李小龙的人 却因为他说错了一句话 被陈慧敏当众怒山一记耳光 后来李国豪在28岁时不幸英年早逝 究竟是意外还是阴谋 今天七一五带大家聊聊 好莱坞巨星李小龙之子李国豪 李小龙是世界传奇功夫巨星 也是好莱坞首位华人演员 在李国豪刚出生还是婴儿的时候 李小龙就经常抓起他的小胳膊 教他做打拳的动作 李小龙也非常疼爱李国豪 一起玩耍练功形影不离 后来李国豪逐渐成长 进入到学校学习 可作为炎黄子孙的李小龙 将传宗接代的事情看得很重 认为孩子是自己的延续 后来他将独创的功夫截权到 慢慢地传授给了李国豪 希望儿子继承自己的一波 将中国功夫发扬光大 李国豪跟着父亲刻苦练习 五岁时就能一脚踢断木板 他在同学面前经常炫耀自己的功夫 把他看不顺眼的同学 揍得鼻青脸肿 李小龙也因此没少收到学校的投诉 为了避免儿子被学校开除 李小龙只好答应不再教儿子武术 1970年初 因为李小龙在好莱坞的发展不顺利 决定回到中国香港发展 没想到他出演的电影唐山大雄 取得优异的成绩让他一举成名 打破了中国香港电影史上的最高票房记录 紧接着他又连续出演了金武门 冒蒙过江等等的多部电影 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让他一跃成为世界级的功夫巨星 他的成功不仅让自己与家人的生活得到改善 也将儿子李国豪带入到了电影圈 李国豪小时候经常跟随父亲去片影场 看到了摄影棚里各种新奇有趣的东西 还跟着父亲经常上电视节目 让当时年幼的李国豪爱上了在镜头前的感觉 因此他从小便立志 长大以后要和父亲一样 做一名电影明星 然而就在李小龙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 李国豪的生活紧接着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李小龙在32岁时不幸意外离世 当时的李国豪还只是刚满8岁的孩子 这无疑是个沉重而巨大的打击 对于他来说 父亲是自己的英雄也是榜样 他的突然去世让李国豪难以接受 之后他开始变得非常叛逆 不愿遵守学校的纪律 常常与同学打架斗殴 被三所学校陆续开除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李国豪拒绝任何人谈问他的父亲 甚至不去看关于父亲的任何电影与采访 但他长大后选择进入演艺圈拍电影 走上了与父亲同样的道路 刚开始接触电影事业的李国豪并不顺利 并不是因为他接不到资源 而是电影公司都是打着李小龙儿子的旗号 才找上他合作的 这是李国豪感到十分的厌烦 对于电影公司来说 李国豪无疑是最合适 成为下一个李小龙的人 面对李国豪的拒绝 电影公司并不感到甘心 他们需要找到一个中间人来牵线 于是他们便找到了 李小龙的生前好友陈慧敏 陈慧敏与李小龙是故交 二人年龄相仿同样喜爱武术 陈慧敏自幼习武擅长西洋拳击 长大后做过警察 后来进入到香港最大的黑帮14K 凭借一身过硬的功夫 成为了14K的金牌打手 江湖人称红花双棍 陈慧敏还曾代表了香港参加东南亚拳赛 一举多魁 在当时的香港还流传着 推友李小龙 卷有陈慧敏的说法 他甚至还曾跟李小龙交手 李小龙也评价过陈慧敏的功夫不比自己差 后来陈慧敏也进入到电影圈 成为武打明星 主演并参演了多部影视作品 虽然陈慧敏没有像李小龙那样的成就 但依靠着在14K的帮派地位 在影视圈也享有着极高的地位 电影公司让陈慧敏来帮忙 牵线市值李国豪 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 李国豪也通过了叔叔陈慧敏 最终答应了电影的拍摄 香港电影公司方面也颇有诚意 以250万的劳动报酬 与李国豪签订了一份合同 本以为电影能够如约进行拍摄 可李国豪来到香港后的表现 却让人大失所望 不是因为他的功夫和演技 而是因为他的为人 电影公司希望 李国豪能够延续父亲李小龙的风格 从功夫招式到形象包装 都要去模仿着父亲 给观众打造一个全新的李小龙2.0 但在美国长大的李国豪思想前卫 自我意识强烈 不愿意模仿任何人的风格 也不愿意成为任何人的替代品 哪怕是自己的父亲 对于如今的李国豪来说 李小龙只是一个模糊的父亲 在他的记忆中 自己一直跟着母亲长大 记得父亲只顾着工作 不照顾自己和妈妈 甚至知道父亲在外面经常找情人 在他的心中对父亲只充斥着怨恨 面对李国豪的拒绝 电影公司只好选择了妥协 他们要求李国豪 模仿一两个经典的镜头和动作即可 但李国豪依旧拒绝 他不愿意承袭父亲的衣钵 只想做自己 对于父亲的功夫精神也全无兴趣 陈慧敏看到他对李小龙 如此的亵渎和强硬的态度 让陈慧敏顿时恼火 并起身质问李国豪 你还是不是一个中国人 李国豪却回答 我不是中国人 我是美国人 气得陈慧敏上去 就给了李国豪一记耳光 并说要不是因为你老爸是李小龙 别说250万 你连两万都不值 你是不是中国人 我不是中国人 我真的有没有在拷动 我真的起身 真的抵打 我真的打 他这十天就被我打到一巴掌 他有没有还手 他还手打死他 他真的不打得 不是不打得 因为当时我们几个人 当时打一手 明天跟他有能打 他有多大只 这一个耳光颇有恨铁不成钢的意味 也最终打散了双方的合作 李国豪完全不能理解 自成副业的中国传统 在陈慧敏的眼中 李国豪不管是在哪里长大 不管他的长相是西方还是东方 但只要在身体里流着李小龙的血 他就是一名中国人 就必须继承父亲的一波 发扬中国功夫 甚至到多年之后 每当陈慧敏提起此事 仍会摇头叹其不争气 虽然李国豪十分想要做自己 但父亲李小龙的光环还是太大 他始终逃离不了父亲的名声 或许正是因为这一巴掌的原因 也可能是年龄的增长 使李国豪变得成熟 开始渐渐地不再那么排斥自己的父亲 脾气也不会像以前那么激烈 反而变得温和礼貌了 甚至记者再次提到李小龙的时候 他真诚表示要向父亲学习 这不禁令人感慨 曾经那个叛逆的孩子终于长大了 后来于1986年 李国豪出演了自己人生中的 第一部戏《功夫圈》 并在童年与叔叔陈慧敏 搭档合作的功夫电影《龙在江湖》 后来李国豪凭借此部电影作品 被金像奖最佳新人提名 虽然李国豪继承了李小龙的血脉 得到了许多粉丝们的支持 但他终究无法超越自己的父亲李小龙 李小龙武术精神和成就 早已成为人们心目中的神话 不是那么随随便便就能模仿的 哪怕是他的儿子 没有达到电影公司的预期效果 李国豪后来选择回到了美国发展 并继续参演与功夫相关的电影 陆续推出的几部作品 依然没有太大的水花 直到1994年 28岁的李国豪在拍摄电影 乌鸦时的一场枪战戏中 敌人的道具枪里竟意外射出真子弹 直接打中了李国豪的腹部 瞬间大量出血 等到工作人员将他送去医院的时候 他已经因失血过多而死亡 李国豪与父亲一样死因离奇 英年早逝 外界对于李国豪离奇的身亡众说纷纭 有很多人怀疑他是负债子还 遭到了黑帮的报复 陈慧明也对李国豪的死也感到十分震惊 并感言到他若没死便是下一个李小龙 李国豪在年幼时 立志要摆脱父亲的光环 自己去闯出一片新的天地 但终究没能如愿 自己是李小龙儿子的头衔 也是他一辈子摆脱不掉的 后来妹妹小龙女李湘明也在美国出道 虽然在影视圈没有取得太大的成就 但继承了父亲的一波 继续推广着父亲李小龙的健身品牌 延续着父亲的功夫精神 李小龙并不是依靠着那几部电影就流芳百世 而是他对于中国功夫的那一份热情 和自强不息的武术精神 为我们中国人争足了脸面 不仅感动了观众 也让李小龙成为了自我激励的精神偶像 对于李国豪而言 父亲恐怕是自己一生也难以超越 最可惜的就是 李国豪的生命太过短暂 没有来得及成为真正的自己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对此有什么意见和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喜欢点个订阅 我们下期见